Hello, 大家好, 我是Calvin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集就来到综艺字卡模板大合集的下集 今天跟大家介绍三个Plugin 在上集拿了Plugin的朋友 不知道大家觉得是否实用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等我可以改进一下 讲回这三个Plugin 这三个Plugin可以配合上一集的 特别版综艺字卡 和100种风格的综艺字 配合一起来使用 大家做综艺字卡的时候 通常都会加一些综艺的效果 或者叫做动态效果 在综艺字卡那里 唯一可以用的方法就是加Keyframe 相信大家加Keyframe的时候 都用了很多时间去调整 就算调整了很久 效果也可能不太理想 又见及此我做了这个Plugin给大家 只需要很简单的操作 不需要加任何Keyframe 都可以做了一些动态的综艺字卡 除了这个Plugin之外 还有一个射灯特效的Plugin 还有一个Motion Blur 动态模糊的Plugin送给大家 当大家拿上一集的Plugin 加上今集这三个Plugin 就可以很轻易做到 像我预告片的所有效果 只要熟悉这些Plugin的运作 大家剪片就会方便很多 在开始影片之前 努烦大家帮我按一下小钟 订阅我的频道 再减击全部 我以后有什么新片发布 大家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事不宜迟 我们立刻开始今天的教学 来到综艺字卡模版大合集的下集 今集就和大家介绍另外两个Plugin 大家上一集都应该会拿到 我这个特别版综艺字卡的插件 也应该很轻松可以制作到 类似这一类型的综艺字卡 也应该很轻松可以制作到 如果到这一刻都还没拿到这个插件的话 大家首先去上一集那里 看上一集的教学 大家就可以很轻松 弄到这一类型的综艺字卡 我们就要来到Transform这个位置 去加Keyframe 去设定一些动态效果 或者综艺效果 给我们这些综艺字卡 如果做一些很简单的动态效果 设定Keyframe 当然是不会太久 如果大家要做一些 复杂一点的动态效果的话 就要设定很多次Keyframe 时间又要用多了很多 有件及此 我就做了今天这个Plugin给大家 如果大家下载了这个Plugin 就可以来到Effect Browser这个位置 点开去 我们在Effect Browser下面 看到NinjaTV综合动态包 在里面会有一个综艺动态包的Plugin 也会有一个综艺字卡射灯特效的Plugin 在Apply我们这个综艺动态包的Plugin 落我们的Title 或者落我上一集的 特别版综艺字卡插件 之前 首先要将我们的Title 或者将我们这个 特别版综艺字卡的插件 或者将我们的图片 把它变成一个Compound Clip 我们变成Compound Clip之后 左上角就会有一个Compound Clip的Local 给大家知道 这个Title就会变成Compound Clip 当它变成Compound Clip之后 我们就可以拉动 我们这个综艺动态包的Plugin 落我们这个Title 我们去到Video Inspector 就会看到我们这个综艺动态包的Plugin 我们的第一个选项 它会有移动目标A to B 在这个Plugin里面 我所有的设定 只不过A点去B点的所有动态 就可以在这个Plugin里面做到 看到A to B Viewer这个位置 都会看到有两个on screen control 白色点就是代表我们的A点 黑色点就是代表我们的B点 我们现在移动目标A to B 把我们的A点 譬如放在这里 我们把我们的B点 放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立刻看一个效果 那我们的综艺字卡 就会由A点去B点 那我们如果把它设定为B to A 那它就会 调转 由B点走到A点 那就是很简单 A to B B to A 这样的效果 那这个A to B的动态效果 它的动态时长 我pre-set了是1秒的 即是代表这个动态效果 它是要用1秒去完成 如果想它快一点 那你就可以打0.5秒 那它就会即时 0.5秒 就可以完成到这个动态效果 那到下一个选项 我们有起始动态的设定 和结束动态的设定 那我们将它的起始效果 我们可以设定它做back 我可以把它调转为1秒 那大家再看看 它就会有一点点向后 彈一彈 再继续去我们的B点 那同样 我们可以在结束那里 我们可以设定一个Bounce 那结束动态的效果 就会好像彈一彈一彈的效果 那大家可以去看看 那大家在加这些的时候 那我们也可以加一些 譬如音效 它就会像一些综艺效果那样的 那大家就可以很轻松 可以做到这些综艺效果 那譬如我开这个声效 大家又看看可以怎样配 那譬如这个好像 劍那样的声音的 我们点一点我们的综艺字卡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A点去中间 B点都去中间 我们将A点的Scale 缩小它 由小偏大 那我们可以看看效果 好像都不是很适合这个声效 那因为我们的结束效果是Bounce 我们的开始是back 那我们可以把它变成Linear 我们也都可以将它变成这个Externation 接着我们可以将个时长设定 0.5秒 那大家可以再看看 它就会有这样弹出来的效果了 那大家很简单就看到我做了两个综艺效果 或者叫做动态效果 再看看这个声效是什么 好了 这个声效 我们点一点我们的综艺字卡 把它设定正常 我们找到A点出来 那我们的A点出来 我们其实可以拉到出了画面的 那大家再看看效果 它就会在画面外面飞进来 那我们这个on screen control 大家看到我们拉出去就找不回 那我们可以在A点这个位置 或者B点这个位置 去找回我们这个on screen control 那我们除了可以用这个之后 我们也可以拉我们这个X组 那我们就很容易可以找回 我们这个AB点的on screen control 那我们可以在左边飞进来 亦都可以在右边飞进来 那大家就可以很简单设定 大家想要的动态效果 在哪里飞进来 在哪里走出去 在下一个设定 大家会看到锁定模式 我设定是free给大家的 那我首先找回A点的on screen control 对了,我们在这里 free的意思就是 我们AB点都可以很free地 摆在任何一个地方 做这个动态效果的 那如果我们将free 就是horizontal 那我们只可以在水平那里调校我们的AB点 如果我们调校vertical的话 我们的综艺效果只可以垂直去做 那再下一个B position 当我们设定了B position的时候 我们来到B点 我们只可以控制B点 我们B点旋转的位置打开去 大家会见到xyz 那我们譬如在y这里 我们设定360度 我们按了360度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看效果 那我们的综艺效果 我们的综艺效果就会跟着这一点 360度旋转一次 那大家可能快点看不清楚 我们可以设定1秒 它就会用1秒时间旋转360度 那我们如果在x转都设定360度 那我们再看下效果 那我们就会跟着x转旋转360度一次 那大家会见到这一点 我们的瞄点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设定里 这个位置会见到一个瞄点位移 瞄点就是我们的anchor point 移动我们的anchor point 比如我把我们的瞄点放在这个位置 而不是放在我们综艺字卡的正中 那当我们的y转设定360度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看到效果是不同了 它就会跟着我们的瞄点去转 那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瞄点放在这个位置 我们把我们的x转变成360度 大家可以看到效果 它就会跟着我们的瞄点为一个中心去旋转 那所以大家的瞄点如何去设定 我们的xy转就会如何去旋转 那我们可以把它调为free 我们这些瞄点都把它设定为原本的设定 除了这些功能之外 譬如我要就这样 A点旋转我可以设定360度 我们把我们的AB点都拉开一点 它就会像这样360度旋转去我们的B点 那大家可以设定不同的设定 譬如我要A点是17% B点是100% 那它就会由细细遮置 变到很大遮置 那大家还会看到这个放射性效果 我首先把我们的AB点都设定到正中位置 好了,那我们想玩这个放射性的效果的时候 譬如我想5000 我们把它设定的秒数设定3秒 大家就会看得清楚一点 它就会由外面很大透明 慢慢缩回正中 那我们也可能可以配到类似这些音效 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个音效好像和效果有些不适合 那我们将时间调为1秒 就可以看到个中绵字卡由很大透明 这样弹到画面里面 那我们可以相反地 我们可以将个中绵字卡由很小的 变回正常的 那如果大家觉得慢的 我们把它设定做0.3秒 它也有这样的效果 那这个放射性就看看大家想由小便大 还是由大便小 那我们在移动目标里面 除了A to B, B to A 我还有一个A pump B, B pump A 那我们可以试试这个A pump B 我们先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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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我们的A B点 拉开来看看 我们将B点设定在外面 大家看看效果 它是会弹到B点 再弹到A点 我们再拉开 我用两秒时间给大家看清楚 如果反过来 我们在B, Pump A 它就会这样 走一走出来 又走进去 大家在起始动态设定 和结束动态效果设定 是有不同的效果 大家可以多些玩不同的效果 去配合不同的秒数 它就会做出一些不同综艺字卡的效果 譬如我现在要它B to A 它走进来了 那我有一个 要做Double Back 大家去看看效果 它就会有这样的效果 譬如我想要它 它就会有这样的效果 它就会有这样的效果 加这些效果的时候 配合我们不同的秒数的话 它的效果也是会有所不同的 这个综合动态包的Plugin 除了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综艺字卡上面之外 我们也可以运用在我们的影片上面 如果要添加在我们的影片上面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在我们的影片上面 加一个Adjustment Layer Adjustment Layer 我之前也有做过给大家 大家随便放一个Adjustment Layer 在上面 或者用我之前给大家的 如果没有 就去我之前的影片那裏 下转这个Adjustment Layer 我们将Adjustment Layer 拉到我们的影片上面 我们可以缩短去 大家可以看看这条影片 就是我片尾的影片 将我们这个综合动态包 拉到我们的Adjustment Layer 将我们的A Position 设置回正中先 那我们影片开头 就会在A、B点都可以正中 大家常看我的影片 是无端端会zoom去右上角 放大了的效果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Plugin 很轻松可以做到的 B点就是正中这个100% 那我们要去我们的B点的时候 我想把它放大150% 就去了右上角的位置 那我们就可以移动我们的B点 我们的B点就是黑色 我们移动我们的B点 去到譬如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看效果 它就会由中间 去到右上角 好了,来到右上角的时候 我想它停留一会儿 再移去左边这个画面 那我们就点一点我们的Adjustment Layer 我们Command B把它展开 我们后面的Adjustment Layer不要 我们将第一个Adjustment Layer Copy再Paste在后面 那我们第一个Adjustment Layer 是A to B的 那我们第二个Adjustment Layer 就要转做B to A 那当我们转做B to A的时候 我们的B的位置 和第一个Adjustment Layer 是一模一样的位置 那我们只要设定我们的A点就可以了 那我们的A点 我们都需要把它变成150% 然后我们可以将我们的Playhead 移过一点 因为我们这个动态效果是要一秒的 好了,大约一秒的时候 我们来到这里 见不到我们的On Screen Control的黑白点 那我们当然可以在这个位置上调 那如果想见回那两个黑白点 我们点一点 我们这个综合动态Bar的Plugin 当它有一个黄色框出现的时候 我们的On Screen Control就会出现的了 那我们现在移动目标是B to A 那我们就选回我们A点的位置 我们要将影片移去我们的左上方 那我们可以再看一看效果 它移去右上方,停留一会儿 再移去左边 好了,跟着我们同样 我们再copy一个Adjustment Layer 我们继续放一个在后面 那我们去到第三个Adjustment Layer的时候 我们就由B to A 把它变成A to B 那我们就由A点开始 我们B点的时候 我要它正常回 100% 我亦都要它去回正常的位置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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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那就是去回正中 那大家可以看看这三个不同的动态效果 移去右边 移去左边 移去回正中 那大家用Adjustment Layer 就可以做到不同的动态效果 而不会影响影片的播放 因为如果大家不用Adjustment Layer 直接把综合动态包的Plugin 放到我们影片里 当我们切开它的时候 影片就会不断重复播放 所以大家记得 如果要在影片加动态效果 而用到这个综合动态包的Plugin 就要加一个调整套层 Adjustment Layer在我们影片上 将我们这个综合动态包的Plugin 放到我们的Adjustment Layer 来令到画面有这个动态的效果 这一个就是我这个综合动态包的Plugin 所有设定 大家可以尝试多些不同的效果 不同的秒数 可以旋转、缩放 大家都可以很轻松地做到 也不需要加任何Keyframe 而在移动目标这里 我们有A-B B-A A-B B-A 都示范了给大家看 最后还有一个HOLD-A 和HOLD-B 这两个意思 就是当我们选择HOLD-A的时候 它就只会HOLD-A的位置 大家会觉得奇怪 我HOLD-A 我需要加这个Plugin 我HOLD-B 也不需要加这个Plugin 我便放一个字卡 它便不动 加给大家 是为了配合这个 综合字卡射灯特效的Plugin 我们将我们这个综合字卡射灯特效 拉到我们这个title 我们一样要把它变为一个compound clip 当我们拉了下去之后 大家便可以见到这个射灯的效果 来到Video Inspector这个位置 就会见到这个Plugin 综合字卡射灯特效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Spotlight方向 即我们的射灯方向 就是左去到右 射灯是由左边去到右边的 如果大家想上到下 右到左下到上 就在这里调校 你又去左 它就会由右边去左边 我去一个光点的位置 比如来到这里 我们点一点 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Spotlight的强度 即我们的射灯有多光 可以调校 我们可以教我们的Spotlight的颜色 比如我想要一个鲜黄色的 接着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这个黄色 有多黄 可以很黄 或者很轻微的黄 就是这里教我们的颜色强度 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Spotlight 有多幼或者有多粗 接着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Spotlight的feather 我们可以调校到我们的Spotlight很sharp 也可以很模糊的 很feather 我们也可以选择我们的光线角度 我们可以再看看效果 如果觉得Spotlight的效果 出得来很快 只要把它拉长 它就会慢慢出来 大家就调校这个长短 就可以调校到它的速度 大家有看我的预告片 有见到我们的Spotlight 是不只是一个方向 它是会左右飞出来的 只要加多一个相同的Plugin 如果大家要做这些两边 一起飞出来的射灯效果 我们首先点一点这个title 我们这个title 已经加了一个射灯特效的Plugin 我们点了这条片之后 我们按Cmd-C复制 我们再按Cmd-Shift-V 我们就会出了这个版面 我们就直接把我们这个 终艺字卡射灯特效的Plugin 直接再加多一个 同一时间就会有两个相同的Plugin 在我们的Video Inspector 那里出现 来到第二个Plugin 点一点它 我们一个右去左 我们就一个 将它变成左去右 大家看到这里 光线角度在100 另外一边 我们就较-100 大家再看看效果 它就会同一时间 在两边一起出现 两边一起消失 上下和下上都是一样 那就看大家的口味 这个就是 终艺字卡射灯特效的Plugin 介绍给大家 我刚才说过 我们的综合动态包Plugin 在移动目标有一个 HOLD A和HOLD B 我就示范一次 为什么要有这个HOLD A和HOLD B 去回这条Clip 删除了这两个射灯特效 我们拉一个 综合动态包Plugin 到这个title 我们随便设定一个动态 大家譬如平时想弄一些 Spot light效果 终艺字卡由A点移到这个位置 我想它停一停 射灯效果才出现 如果我们直接 将我们这个射灯Plugin 拉到我们这个title 读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效果 如果我想它停留久一点 才出光效的时候 我们把它拉长 它都是不会停留很久才出的 那个timing 大家就控制不了 所以有见及此 我就会加了HOLD A和HOLD B 给大家 首先删除了我们这个射灯特效 好了 那我们的效果来到这里 譬如我想它维持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好 我们剪短去 我们Cmd C copy 我们Cmd V複製一个 我们点一点我们第二个综合字卡 我们把它设定做HOLD B 那它就会hold住在我们的B位置 那我们的字卡出来 它就一直hold住在B位置 好了 那我在这个时候 我才想加我的射灯特效Plugin 那我们就可以好好控制到的时间了 做了个动态效果 跟着我们的光效才出来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 教我们的射灯特效的快慢 Ninja TV综合动态包 里面有两个Plugin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Pyto里面 会找到有一个叫做Ninja TV动态模糊效果 会有一个大幅度的动态模糊 一个小幅度的动态模糊 那这些就是我们平时说的Motion Blur 看看我们平时这些效果 当我们有这些动态效果的时候 它是完全focus在我们的字上 它不会有一个运动模糊 即是不会有一个Motion Blur 所以我就另外做了一个很简单的Motion Blur 给大家 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我们只要把我们这个Plugin 直接拉到我们的综续字卡上面 它就会有这个动态模糊的效果 我已经拉了一个小幅度的动态模糊 一个大幅度的动态模糊 这个是小幅度的 它就会慢慢由很蒙去到清晰 如果大家选择一个大幅度动态模糊的话 它就会蒙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Motion Blur 因为Final Cut Pro 它本身内置是没有这个Motion Blur 我们也不需要拉到和它一样长度 你直接只要把我们这个Plugin 就这样拉到上面 但是大家要记住 当我们拉到这个Motion Blur 因为你的电脑需要大量的运算 把它变成一个Motion Blur 大家会看到 就算用N1Max 它都需要在这里 render 一段小小的时间 所以大家最好是整好 整好你所有的动态效果 或者综综效果 才再加这个Motion Blur 在综综字卡的位置 这里就是今集介绍给大家的Plugin 当大家在Email收到我给大家的下载连结之后 点开就会直接来到这个版面 我们就直接按下载 我们下载完之后 我们只要打开这个zip file 大家就会见到Ninja TV动态插件合集 打开去 大家会见到Ninja TV动态模糊效果 Ninja TV综合动态包 首先选Ninja TV动态模糊效果 我们Cmd C复制 我们去我们的影片 Motion Templates 去我们的Titles 我们按Cmd V 将我们这个Ninja TV动态模糊效果 paste回去 我们的Titles位置 当我们开开Final Cut Pro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Titles的位置 找到Ninja TV动态模糊效果 有大幅度的动态模糊 和小幅度的动态模糊 而另外一个Click in Ninja TV综合动态包 我们也是点一下 Cmd C 我们也是先复制它 我们都去影片的位置 Motion Templates 但今次我们要放在Effect的位置 我们打开Effects 我们按Cmd V 将我们这个Ninja TV综合动态包 paste回去 当我们paste了去我们的Effects位置之后 去我们的Effect Browser 打开之后 就会见到这个Ninja TV综合动态包 将它拉到我们的Titles 就很轻易可以做到这个动态 或者中矮的效果 也都可以很轻易做到这个射灯的特效 大家可以多点玩一下这个综合动态包的Plugin 因为很多的设定 是方便大家不需要去加任何Keyframe 已经可以做到 大部分大家看到YouTuber做到的综艺效果出来 配合不同特别的音效 大家就可以做到一些很生动的画面出来 如果大家对今集的Plugin 有什么疑问 或者安装有问题 随时欢迎在下面留言问我 我会尽快为大家解答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没订阅的现在看完影片 都应该值得订阅我的频道 那今集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集影片再见 拜拜